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现在正是山西长治多地大棚青椒上市 以及央苗培育的时间 当地多部门通过提升大棚的电气化 现代化水平 确保青椒等蔬菜的产量稳步提升 随着产量加大 蔬菜大棚内现代化水平也有大幅提升 过去人工播种 现在全部变成了机械化种植 为确保电气化大棚正常运转 大棚蔬菜增产增收 当地电力部门在对设备进行改造的同时 还加大了巡护密度 我们加强线路以及农贯设施的巡视力度 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做到精准巡视排查 我们工作人员随时随地 为春根被根育苗提供服务